布林肯走了 布林肯走之前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 习近平在接见布林肯的时候 说了几句全中国人民和美国的政客们耳熟能详的话 习近平说 中国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但美国也要尊重中国 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希望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随后布林肯在美国驻华使馆 邀请了六七十家媒体开了记者会 会上布林肯说 他在与中方的会晤中提到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无意在经济上围堵中国 也没有兴趣将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脱钩 因为那将是灾难性 布林肯还说 他与中方谈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朝鲜台湾东海南海局势 等议题 呼吁中国帮助争取在乌克兰实现 所谓的震荡和平 又提出中国应该对平壤发挥影响力 制止朝鲜 实验弹道导弹等等这些危险的行径 布林肯又向中国政府重申 说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 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希望改变台海两岸的现状 并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所有的挑衅行为表达关切 此外他还向中方提到了新疆啊 西藏啊香港的人权问题等等 说对此表示深切的关注 还和中方讨论了在中国 所谓的被不当被扣的几个美国公民的处境 记者会后布林肯走了 布林肯这次访华用评论界的话说 对于阻止两国关系螺旋是下降 发生了作用 所以拜登第一时间 表达了肯定 他说中美关系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他表扬布林肯说 做得非常好 布林肯走了 那么布林肯反华的具体成果还有待观察 就像一些分析人士观察到 毕竟中美双方在一系列争议的问题上 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包括军事层面的沟通和敏感技术出口限制等等 就像随布林肯来华采访的BBC 驻北美的记者说的 他说他们还是承认两国之间存在更大规模 更棘手的分歧 其中台湾毫无疑问是争议最大的一块 足以从口舌之争升级到全面的战争 布林肯走了 布林肯来华两天 给中美双方和关心这次布林肯之行的人们留下的最大的悬念 持续了将近两天之久 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见布林肯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一些个媒体 卯足了力气 轩然美方期待习近平 接见布林肯 但是就像 布林肯18号19号将访华的消息 发布之后第一时间新闻歌做的视频里面 我颜值凿凿的 跟朋友们讲 习近平是一定会见布林肯的 事实也是如此 无论美国方面期待与否 习近平都会见布林肯的 都会一如既往的 对美国继续的韬光养晦 我们曾经在去年11月份 巴厘岛G20峰会的时候做视频 我们说 我们观察到 除了对拜登 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的所有的国外的政要 习近平都是一副大国领袖的风采 和气派 唯独 见拜登的时候 唯独对美国 习近平 表现的 依旧那般的韬光养晦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要继续对美国韬光养晦 用官方冠冰堂皇的话讲 稳定的诸美关系 符合两国利益 符合世界利益 符合全身类利益 那么 有的朋友 就问了 有的朋友 就质问了 说稳定的中美关系 难道只能靠韬光养晦 这种低三下四 低声下气的办法 来维持吗 堂堂世界级的大国 为什么总要公开的对美国信誓旦旦 一次次的承诺和保证说 中国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呢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 除了中国之外 还有第二个曾经是第二大国的国家 对当时的第一大国 一次次的做这种表白 做这种承诺和保证 没听说过 甚至有的激烈一点的朋友 甚至在网上直接就发问 为什么就不能不惜一战 解放台湾 打败美国 使中美这种主谱的关系换位以后 中国做了老大之后 再去和老二的美国 去建设稳定的中美关系呢 为什么不能呢 毕竟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 这是中国最后超越美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重回世界之巅的前提 很多网友在那 喊打 那么中国能不能打呢 你中国今天的体量和军力 能不能打呢 能 前两天卢气元还在香港说 说西太平洋一千公里半斤内 中国有阻挡敌人的能力 没问题 那么能不能打赢呢 卢气元说阻挡 那能不能打赢呢 能 金蔡荣早就说了 第一岛列内 中国没有敌手 那么既然就这样了 那为什么就不打呢 为什么还要继续的 对美国 低声下气的韬光养晦呢 宣誓做保证 玩承诺 为什么 因为 不敢 为什么不敢呢 因为中国的核心利益 被人家 赚在手里呢 那么 什么是中国 今日中国的核心利益呢 有的人说 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 有人说是台湾 习主席说了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但是 真的是这样吗 都不是 什么是中国 当下只是今日中国的最核心利益 别人说是中国